文字幕——YK 我来自院南 我叫羽 92年的时候我就去了台湾 那就是六年我的先生车祸身亡了 那之后我去办身份证 当时护生书所的人说 你要有五百万元的差钱才可以办身份证 那后来我就没办法办了 那又过了大概一年多 因为我有认识一个就是台湾这张朋友 那当时他就叫我办那个预付卡给他用 他说因为你办一个预付卡给我用 反正我是男朋友因为差 那时候我就办给他用 就没想到他拿我的卡片卖给别人 那后来我就被判刑了 就判刑三个月 那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没办法拿到身份证 那我去找工作 我跟我朋友去找工作 我朋友有身份证就可以录取 那我没有身份证他就不录取我 就算是小小的一个红锅店也是 他说你不是台湾人我不敢用你 我是给那个台湾的人 就是有身份证优先工作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办法拿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的那个 就是忧郁症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导致现在就是白天吃那个忧郁症的药 然后晚上是吃安眠药这样过生活 就是我很害怕说我没有身份证 就是我女儿十二八岁的时候 我就是必须离开台湾这样子 那希望就是各个生活安卫可以防卫了吗 谢谢 你先不要难过就是你们个案的问题 会或可以再看怎么样做一个就是个案上的一个专案处理 那至于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场次我们先 我想就是行政部门这边来思考一下就是那个 他刚刚讲到办身份证要五百万 那应该就是一般外国人的那个一般规划的那个部分 那这样的一个财力的要求 就是说请大家思考一下是否合理 然后另外就是他其实只是为罪 其实我们办公室之前也有开记者会在批判这个 就是说这个因为个资流到那个诈骗集团 然后法院常常不查就直接判有期 那这个这样的为第一个他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我的个子很有可能被诈骗集团拿去用了 然后我自己不知情 那我还是会被判罪 那如果像这样的为罪呢 又违反了这个撤销就是那个品性端证的一个条文 然后又被撤销国籍 就是犯罪记录品性端证的那一条 那使他无法规划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撤销国籍的那个条件 好像太容易了 那导致前面他已经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以为他可以稳定的在这边生活 然后后来又发现不能够 那是不是请内政部这边也来思考这样的一个检讨 那好像那个这边有位先生也想要谈一下他的情况 各位好 那我这边我的个案的话 这一部分是柬埔寨集 因为我刚刚看了 还有包括我上网收集的话 柬埔寨集还有我亲生的经验 柬埔寨集的话 跟日本集市一样 因为日本跟柬埔寨都是不合法 他们国比上司国籍吧 那我个人帮我老婆跑了这两年半 两年多来 我都一直很让他们说 为什么在我们台湾这一部分 在发生的时候都是南洋姐妹会 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是南洋姐妹会 而我们嫁进来的新住民的经济弱势 还是因为我们台湾这一部分的 自认为自己在世界地位当中是属于先进国家 而去歧视 而去要求很多规章 因为我是公司 派我过去柬埔寨上班 那跟我老婆认识 那我们现在在柬埔寨 有两百多家的诚意跟鞋场 我也是代表我在那边认识的十几位朋友 回来说讲柬埔寨集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外交部在网站上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柬埔寨集这一部分 他们的国家是百分之百一个中国 所以不合法婚姻还有那五张证 所以我们节目在一起大家都卡在那里 包括在2010年的时候的二月份 是由南洋姐妹会这边也有开了一个小小记者会 都是由个案 包括再往前推五年也是有一个个案 包括再往前推八年 由汪金森立委都是一个个案主 因为我们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跟我年纪 大概三十岁上下 去到公司派去那边 他就刚好姻缘在那边结了这个婚 但是我们大家都卡在那里 我跟我老婆伴回来 一开始也是只可以两个月 但是半年就一定要回去 我们比西藏的还要可怜 我们当初我爸我老婆跟小孩回来 再去改签证 两个人改一次就要九千 我算过了回来半年 他们一天一个人要四百五十块台币 那这也是我是要讲说 因为我们刚刚很多都讲到越南籍 因为越南籍 我在那边也有朋友是刚群越南的 因为越南籍虽然现在进来 这个神杂很辛苦 但是都有白纸黑字 我们在那边有代表处 那我们简谷站的代表处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人家撤走 那就不方便讲太多了 但是只是说我们在这一部分真的柬埔寨 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几百个 但是跟我有认识的有十几位 那比较常接触的这五六位也是大家希望推我回来 大家凑一凑机票让我跟公司请假回来 真的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也是跟公司讲白了 因为公司也是有办法去体谅我 要么我们现在那边也是光景 所以我也是想代表我们几位来讲一下这件事 因为包括在9月14号 或是湖畔处也有过去那边 那个中秋晚会也前的哪个多小时 我都有起来 就跟他一讲我比较好的 大家都骚我起来 我比较敢从我都帮大家再讲 因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只是我自己也是遇到这个很大的困难 但是湖畔处有湖畔处的困难 他也是有一天有说 都是要看台湾方面 但是我之前所调查 两年半来都是个案 但是个案都是要找利益 我们哪有办法去认识那么多利益 所以这就是我在讲说 我们柬埔寨基真的是卡在那里 有白贼的展示都没办法动 动都没办法动 连我们要回来的签证 我都还要拜托我老板 我老板去拜托谁 第三层关系才有办法 让我老婆回来断你 谢谢 这位先生就是谈到的是另外一种 就是婚姻移民家庭的类型 就是这个台湾丈夫在东南亚工作 然后认识结婚 那讲柬埔寨的例子是特别的 就是大家知道外交上的一个困境 但是那这么多的柬埔寨籍的外籍配偶 以及他们的这个就是丈夫跟孩子 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生活 这样的家庭团聚权 我们要怎么去维系 那这个是要 譬如说 第一个会卡在无法放弃国情 这个嘛 就无法申请规划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停留签证 平凡的出境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 对他们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 时间经历上的一个耗费 这个是不是也请 就是说 就是移民署这边也去思考 那还有外交部那边 今天没有外交部 那 那 其实 因为在场还有一些记者朋友 那 就是说 我 我也是在这边拜托 呼吁记者朋友 可以帮忙就是 在写这样的报导的时候 可以就是 就是说 呼吁台湾人有同理心来看 这个就是婚姻移民 跟他们的家庭 就是说 不要带有歧视眼光 那 我刚刚讲的是一种 就是说 这几年来 这些年来 为什么就是 东南亚的婚姻移民家庭 会出就是出现较多 那 除了有 就是说 台湾人去那边 东南亚工作 就是从事 经贸活动 之外 那 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仲介 那 这样的一个 仲介的介绍的婚姻 也就是 被 确实是 会被就是 带着 就是说很多社会当中 是带着歧视眼光 看他们 觉得是买卖婚姻 那 我 我自己会觉得 这些年来 跟一些政府官员互动 或是外交部的 外管的面谈官互动 都会觉得 他们非常歧视 所谓的买卖婚姻 那我觉得 我们在 在这边也不用避讳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应该去 看待 这些其实也就是 相亲介绍的婚姻 那 呃 我们如果 台湾人一般都可以 有很同理心的话 其实 我们去看 什么 竹科的联姻 相亲 我们不会认为 那个叫 买卖婚姻 大家都知道 工作很忙 呃 你要去认识 有心结婚的朋友 那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活动 这样 对 那就是 但是 大家不会去歧视 竹科的联姻 好 还会说 新贵 太棒了 我要去跟他联姻 但是 呃 谈到东南亚 这样的一个 联姻象棋的活动 就基本上会带 带着有色眼光 然后 包括我们的 呃 政策上的规划 以及 执行上 譬如说 呃 我们针对东南亚 等等 21国 有特别的 这样一个面谈上的一个 特别的严苛 好 这个都是 政策执行面上面的一个 呃 国族间的一个差别待遇 而且这个国族的差别待遇 是带有着这个阶级启事的味道的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政府呃 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台湾家庭的选择 对